从不被肯定的打压师教育 是多少人的童年阴影 这是一期沉重又不得不面对的视频 但是为什么我自己一直在努力 你就从来没有看到我呢 因为我认为在你的性格里头 其实你要不打击 你可能就有点飘 无数父母认为孩子不能夸 夸多了会骄傲 不如多打压一下 你不行 没出息 看看别人 伤害性的话是常常脱口而出 然而美国一个极端的实验证明 这些打压的话 往往会诅咒孩子的一生 1939年美国语言学博士 温德尔约翰逊 进行了一项违反人性的口吃实验 从退伤军人孤儿院中领出22名孤儿 其中包括了10位口吃患儿 和12位正常孩子 他们被平均分为了两组 每组由5名口吃者和6名正常者组成 两组分别采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实验方法 一组采用的是积极疗法 他们均被告知是正常儿童 对口吃的孩子 他们鼓励说 你说得很好 很正常 以纠正式的方式治疗 另一组孩子 他则采用消极疗法 他们通通被扣上了口吃儿童的帽子 不断地被打压 对于原本正常的孩子警告 你说话有很大的麻烦 你有口吃的症状 你必须用意志力阻止他避免口吃 否则永远就不要说话 实验进行了整整6个月 却被外界评为恐怖的怪物实验 这是为什么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孩子被骂是为什么不说话 知道真相后 你还会经常吼孩子吗 先来看美国一项残忍的实验 他们对没有口吃的孩子不断地暗示 你如果不能清晰地表达 干脆就不要说话 一段时间后 消极治疗组中 无论是口吃儿童还是正常儿童 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口吃现象 有的孩子拒绝在课堂上发言 有的孩子陷入了说话恐惧 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还伴随着搬手指等表示恐慌的小动作 甚至还有一个原本伶牙利齿的女孩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她在痛苦和自我封闭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 口吃实验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 但也解释了一个心理学上的真相 如果总是被贴上负面标签 那行为会越来越向标签靠近 我是废物我不行不断的进行心理暗示 就会真的变成废物 甚至身体结构都会发生变化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马丁泰车博士 找了两个同龄同家境的小孩 扫描他们的大脑唯一不同的是 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温柔呵护 一个孩子则经常被吼骂 结果他们的大脑扫描图竟然出现了天壤之别 在长期大吼大叫的环境中 孩子大脑中的信任和会不断的受刺激 大脑容量明显的减少 缺少的区域会使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缺乏智慧同情心等能力 同时负责语言加工的偏执体 和负责记忆判断思考的前额叶之间的连接都会减少 记忆力和反应速度下降 智商受到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 长期受到覆没语言暴力的小孩 脑部结构会变得和正常人不一样 语言的能量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 不仅正常人会被骂废 你能想下一颗本来茁壮成长的植株 连续三十天被语言霸凌 也会活活的被骂枯萎吗 关注我 下次我们接着说 语言暴力真的能骂死植物吗 阿联酋的仪家进行了一个实验 他们在自己的店里挑选了两株长得差不多的植物盆栽 套上透明罩子 放在一所校园里面 每天给他们施一样的肥 叫一样的水 晒一样的太阳 但是两株植物上却贴上了截然不同的标签 一个写着 这株植物被霸凌 另一个则是 这株植物被褒奖 被霸凌的植物需要不断的接受语言攻击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一无是处 你长得一点都不绿 你看起来就像是个烂菜一样 你一点都不让人喜欢 要你能有什么用 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这正是许多家长对孩子进行的语言暴力 他们找了很多的学生 提前录好音 把音频在植物的耳边 循环播放 另一株植物呢 则每天被暖心关照 循环播放者 肯定赞美表扬的话 我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 一见到你我就特别开心 你真的很美 整个世界会因你而改变 就这样实验进行了三十天 那盘被屈辱对待的植物 竟然真的被骂哭了 而那株每天被褒奖的 依旧是生机盎然 足以可见 语言的威力是多么的恐怖 植物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人呢 肆意批判可能会葬送孩子的一生 与之相反 赞美和肯定 也能发挥神奇的力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做过一个实验 有一天他来到一所中学 随便圈了几个学生的名字 对他们的老师说 这几个孩子很聪明 是天才 过了一段时间 罗森塔尔又来到了这所中学 这几个被圈名的孩子 竟然都成为了班上的佼佼者 这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 如果你对一些人 赋予强烈的期待 那么这份期待就会奏效 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孩子未来的路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